你为什么对所有的事情都那么较真 全部都按自己的思维走 一点也不顾我的感受 我就是想让你多学一些东西 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就不领情呢 你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也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劝你的时候 你不也是顾着己见 平时因为个小事 你就跟我大吵大闹 如果你再这样 我们真的没法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李21岁来自河北程序园 有请小李 小周21岁来自贵州学生 有请小周 欢迎两位啊 咋认识的呀 你河北贵州 我到唐山上学嘛 你在唐山上学 对 你在唐山工作是吧 我目前在北京工作 目前又在北京了 对 咋认识的呀 通过媒体网恋 媒体网恋 媒体网恋 我俩是网友 然后之后见面 然后觉得他还行 长得高高的 然后也挺符合我 择偶都标准 后面就好上了 今天为什么而来啊 他想来的 你为啥来 因为我想跟他提分手 为什么呢 对 因为他总是把他自己的想法强调在我的身上 这让我有些接受不了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对我特别冷漠 现在就不是他在那个北京实习嘛 然后我俩算毅力吧 然后平时我不是就挺想他的嘛 然后我就跟他发个消息 我说我想你了 然后正常人不都回一个 我也想你了吗 你猜他咋回的呀 他哦 我知道了 然后我平时跟他说 我肚子疼 然后他也永远都会跟我说 你多喝热水 然后有的时候 我不是那个搬东西吗 然后我划到手了 然后我就把我那个受伤的手 然后图片发给他看 然后他跟我怎么说 他说没事 你要一会儿那个血就干了 他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是不关心吗 还是不会表达 我并不是不关心 对啊 你说你就回去 我也想你了不行吗 你就不想我吗 首先这里确实是没问呀 对吧 如果你问了 你说我也想你了 对吧 而且我现在确实是程序员工作 我每天工作确实很忙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这么发 他就会回答了 我想你了 逗号 你想我吗 问号 他就会回答说 我也想你了 是这意思吧 哦 对 你看 一定是这个意思 而不能说我想你了 他肯定说 哦 我知道了 对吧 对 他就不愿意多说这些话 你那个肚子疼 他回的是喝白水是吧 对 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肯定希望他多关心关心 问候问候我是吧 那你应该说 我肚子疼 逗号 需要你的关怀 发回去 其实你明明知道他不会来那套 那你就不要太苛责他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说谁对谁错的意思 接着往下 还有就 平时他不是总说这个工作忙吗 然后我俩就 一地这么多个月是吧 他从来就没有主动地 回唐山看我一夜 一地几个月 六个月了 小半年了都 为什么不回唐山看人家 因为我是从事员的工作 我每天工作到晚 确实是很忙 工作压力也很大 我不希望你带给我一些 来自于生活上的压力 怎么就压力了 你知道吗 那次我就抽那个 周末梅课去看他 然后那个北京风特别大 到他家的时候我都感冒 然后我就躺床上 我就说 这北京确实不太适合你生活 去一趟就感冒 因为那次真的风特别大 特别冷 然后穿得挺薄的也 然后到他家 我真的就特别难受 我躺床上我就说 我说亲爱的 你能照顾一下我 陪陪我吗 我特别难受 然后他就不搭理我 还是这个忙这个的工作 特别冷漠对我 不是 爱有很多种方式存在 而且你是感冒 感冒它是一种自愈性疾病 在我认知 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三到五天就可以好了 而且我不是给你烧热水了吗 我觉得做得很对啊 主持人 你看吧 他就觉得他就烧个热水 他就已经做了很多了 对对对 你根本不是要 一杯热水的对不对 对啊 陪陪我就哄哄我呀 就我生命特别难受是吧 陪陪我也行呀 他就这个忙这个的工作 他就不管我 这个好像显得有点冷漠 特别冷漠 但是我现在 致力于我的工作 也是为了咱们以后啊 但你现在你都顾不好 你还顾将来呢 现在咱们就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所以 还有你知道吗 就他 我每次去他家 然后他特别乱 你别看他现在规规 真的站在台上就挺干净的 其实他生活特别难了他 我今天就带着他一张 平时那个出租屋的照片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那个床上那个吗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作为一个男单身 平时可比这个 这个已经是我拍的最好的了 老于你看看你的宿舍 有这么干净吗 就像他那么大的 你宿舍有这么干净吗 那时候 跟这差不多 差不多 那个没拍出来 主持人 你别看那个挺干净的 其实他那个床单 估计就六个月没洗过了 那是有点味儿 然后他那个袜子 你知道吗 他从来不洗就堆一堆 然后那袜子都硬了 都腻得起来了 你知道吗 还有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 就只见他穿过一条牛仔裤 我问他你洗过吗 你天天穿你洗过吗 那条牛仔裤 不是 我现在很讨厌的 你这种想法 就是小囊然 在你看来 我的房间是很乱 但是在我 看来它是乱中有序的 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 那我不也为你好吗 我就不是想让你 过得舒服一点吗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还 主动地帮他收拾 然后他还怪我 打乱他的布局 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呢 我不是问他你好吗 我不是问他你好吗 我不是问他 你过得更舒服一点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好 想让我过得更舒服一些 但是你这样做 反而给我感觉 你是在帮我帮到吗 还有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能拉到什么地步 他的那个头 他两周可以不洗一次 他洗脸他都不用洗面奶 就随便用毛巾擦擦 和我出去也是这样 每天都由头买面的 我就让他两天洗一次头 然后让他每天 用洗面奶洗脸 他还对我生气 不是 我个人理解啊 说洗头过于平凡的话 可能会导致一些 皮肤性疾病 甚至会皮毛囊炎 过敏性鼻炎 你 说白了就是脱发 是吧 对 我一天洗两回头 所以我脱发脱得厉害 现实说法啊 但是我也做不到 拿洗面奶洗的 我从来不用洗面奶洗的 现在还是 就这么多年 从来没用过 没什么 但你说他 他自己不爱问世就算了吧 你别再控诉他了 姑娘 你还没搞清楚局势呢 人家现在提出跟你分手了 你还在这 喋喋不休地控诉 你 那你知道我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每天 为他付出这么多 是吧 我对他多好 我对你还不好吗 你还不满意吗 就突然就和我提分手 大家在一起一年多了 你这是很长时间 都在把你的想法 都强加在我的身上 我怎么就强加 我是不是为你好你说 你就说你的头发吧 就以前在一块的时候 还好 我还能管管他 去北京之后 我真的是管不了了 白天就打游戏 看电影 晚上他才写程序 做开发 然后就没有精神的时候 他就抽烟 有时候一抽 就一整包一晚上 那你说你看 你的头发怎么掉的 我说你你还不听 我是不是为你着想呀 不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在各个行业 都有各个行业的测试 在我们开发这一行业 就是从发量 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水平 我头发确实是少 但是这也是 就你水平还不行 对吧 对 你把你的头发全剃光了 你就算高手了 他是你另一种行业 但是他在我女朋友这儿 我看下的是 我平时总熬夜 或者做戏不归 这种方式掉头发 但是我想的掉头发 这就是我努力工作了 就是你以掉头发为荣 掉头发是你工作好的 一个标志 是这意思吧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我不太了解 主持人你看 我是不是为了他着想呀 我是不是为了他健康着想呀 这个他都能怪我 但是你挡了他上升的通道 他觉得他要不掉头发 他说不过去自己心里 你明白吗 他说什么都有他的道理 是是是 你知道就是我们平时聊天 他和我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他就和我聊他那些程序的 那些知识 我都说了我听不懂 让他别和我说 他还非必着我和他一块学 你说我学那个干啥 我不是学这个的 我听得懂吗 爱情就是让两个人 相互促进 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 我只是把我 认为很美好的东西 分享给你 有问题吗 那你说你工作 你这样就算了 你生活中你还这样 就上回咱俩出去 看个电影吧 看电影是多浪漫一个事情 是不是 然后那个流浪地球 多刻画一个电影 然后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你能在我旁边 刀两个小时 你就一直刀刀 一直说这个不可能 那个不现实 你觉得你看个电影 你至于吗 你 请原谅我是一个 理科生出身的 我比较喜欢用科学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 从科学老师来讲 这电影它利益本身就是错的 靠人类力量 怎么能推动整个地球呢 我想推动整个地球 我想太阳天是科幻 第二小说的本体主题 并不是现在电影的这个主题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小说 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电影传播的大环境 然后你再对这部电影 做一个影评更好 我不跟你探讨科学的问题 别理科生什么 你不要拿这个东西说事 我们身边有理科生 好多理科生 我们不这样对不对 对 是吧 他跟我说这些 我根本就不感兴趣 所以姑娘 我劝你一句就分手吧 你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你不分手还干嘛 我也想问他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 不是人家要跟你分手 你为什么不同意分 他为什么要分手呀 你是觉得我明白了 我付出了这么多 对 我都对你这样了 你还敢甩我是这意思吧 对 回答一下 因为我早就已经说过了 说我不喜欢你那套形式风格 甚至像把你那套风格 牵在我的身上 逼迫我自己去做一些 我不喜欢的改变 你就说我说那些 是不是都是为了你好 是不是都是为了 咱们能够更好 更远地走下去 你的想法我理解 但是你目前就是不要太迫切地去要求我 我就再说另外一个事情吧 行 你说事 咱们不是平时就出去吃个饭吗 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每次就只固定吃一家 然后还固定一个位置 一个菜你知道吗 然后有的时候我特别尴尬 就那个位置被别人做了 他还去要求别人能不能让给我们 这么尴尬的事情你怎么说得出口呀 而且他不光研究那家饭馆的菜品价格 他还研究人家服务员 特别是女服务员 然后还研究人家有没有男朋友 我是问你去吃饭的人 还是去那个看小姐姐的呀 我当然是去吃饭的呀 但是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他现在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吃饱 而是为了去享受他那种服务 我为什么每天就是固定吃一家 就是因为他人家性价比最高 服务态度最好 卫生环境好 包括一些些流程 都感觉给我体验特别的好 就是平时的就是小菜馆 这臭小子 你这不像李克生的思维呀 但是确实是这么做呀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实在不同 行 那你研究人家服务员干什么呀 因为一个人长相 确实能影响到我的一个吃饭心情 那你能不能想一想 我是你女朋友我还在旁边呢 你就去问人家小姐姐 是不是就单身 有没有男朋友 你问这个干嘛呀 我觉得我做的是正确的 不是 你问人家 有没有男朋友干嘛 有男朋友你就吃不下去了 没男朋友你就吃得下去了 没有 那是为什么呢 我感觉我做的是正确的 这个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奇怪的地方 女生你看到了这么多 你认为奇奇怪怪的对吧 你不可理解的 对 而这个男生现在又提出来了说 我要跟你分手 对 而你又说我不分 为啥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 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是吧 既然在一起了就一直走下去 不也挺好的吗 我向你提的意见 是不是为了你好呀 你就改一下不行吗 那你就因为我向你提意见 你就要和我分手 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首先我感觉我并没有 做错什么事情 而且我真的很讨厌你那种 就是那句话说的就是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我真的很讨厌你把你那套做日风格 或者是生活习惯强加给我 那你就说 就比如拍照这个事情吧 主持人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 我就只有他的一张证件照 从那个网链到现在 我就只有一张证件照 然后平时我闺蜜朋友他们 想看一下他长什么样 是吧 我就只能给人家看一张证件照 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我感觉挺合适的呀 首先咱俩在一起 最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是一张证件照开始的 而且证件照这种东西 在我心里是一个很 很正式的一个代表 给他们看我证件照 说明我对这件事 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既然他不喜欢拍 我给他拍是吧 那次还是我和他一周年纪念日呢 我就想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 然后他不愿意拍 我就偷偷拍了一张 就偷偷发了一张 结果被他给知道了 然后他就一直怪我 非让我删 然后我不删 他就说侵犯他隐私权 他要告我 我俩是男女朋友 你告什么告呀 这话我就只跟你说 我不喜欢拍照 而且 但你不喜欢拍照以后 咱俩如果结婚的话 你是不是连婚纱照 你都不拍呢 结婚的时候 肯定是会拍婚纱照的 但是在我现阶段 我就是不喜欢拍照 而且那件事 确实是你做错了 你再没有 经过我本人的允许 上去擅自把我的图像 或者一些资料 发给他而看 这就确实就侵犯了 我的一个权利 可是我就想和你拍一张照 哪个男女朋友 没有一张合照 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不是 如果是男女朋友 没有合照的话 很奇怪 对啊 但是如果有一方 没把你当成女朋友 或者他觉得 这不是一段恋爱关系的话 没有合照 我觉得就不太奇怪了 对啊 所有东西都一年多了 我说的话你懂了吗 我懂 对 你今天是来挽回的对吧 我就想问问他 我都付出这么多了是吧 我照顾你 然后我一直关心你的健康 然后你就为了 不想让我管你 你就要和我分手 我知道你为了 我做得还不够吗 我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啊 请请说 我帮你翻译一下 就是女生问你 能不能不分手 你开个条件出来 是这意思吧 那就是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嘛 能不能不分手 这就是说 能不能不分手 能 但是我不喜欢他 非常迫切地要求我去 改变一些我的生活习惯 和一些作息 现在男生就是特别想分手 对吧 分手的理由是因为女生 强制给你太多 你觉得不舒服的东西 对 女生现在其实特别地委屈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我都是为你好 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出分手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来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姑娘有点傻 怎么还没听明白呢 她跟你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明白吗 就因为你付出那么多 所以她才要跟你分手 她不想要这些 所以你不要说了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你身上这个格子衬衫 是你自己的呢 还是编导要求你穿的 就是我自己的 是你自己的是吧 对 为什么问你这个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想法 现在很多人对程序员 是有刻板印象的 对吧 穿格子衬衫 特别理性 然后不同人情事故 六情商 但是其实 拆下相反 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影视作品 去刻意表达这种刻板印象 导致很多程序员 向这个印象去扣拢 所以很多程序员觉得 我就是个程序员 所以我就应该是像 谁谁谁那样的 不对的 你在被有一些影视作品改变 凭什么一个程序员 就不能是穿得特别好 或者说一点不邋遢 不是别人对你们有刻板印象 而是你们被某一种 刻板印象所影响的 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呢 尼采在《悲剧诞生》里面 讲述过一种人 说这种人呢 是被求知欲给束缚住了 认为逻辑和知识 可以拯救一切 可以治愈一切 这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 后来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于理性和逻辑的崇拜 是不是过度了 不是说逻辑和理性不好 我也觉得逻辑和理性很好 但是过度的崇拜 认为只有逻辑和理性 才能让我们变好 一个纯理性的人是可怕的 你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你不创造情绪价值 你不关注别人的感受 只想这个逻辑通不通 为什么刻意地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纯理性的人 为什么不愿意去真正地 去感受一下别人的情绪 去感知一下 别人心里面到底是在想什么 不要总觉得 因为我是理性的 所以我一定是对的 最后一句话跟姑娘说 为什么你陷入到现在这个状况 不是谁对谁错 你要跟他争论谁对谁错 你就进入他的思想和理性了 你最大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你站到这个舞台上 所有事情哗哗哗在说 他那么多细节 过度依赖 你过度关注这个男人 把注意力收回来一点 别人才会更爱你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二位好 我就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姑娘 问题的根源 我说得再直接一点 陆琪老师刚才说 就是因为你的付出 我再说得直接一点 问题的根源 就是因为不爱 我不觉得说 任何一个学理工科的或者什么 它可能是有种种身上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非常感性 非常直接这么一个东西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在看到一个自己 非常心爱的女生的时候 能够还那么理性地 跟他说那么多的话 男生是不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 是很多男生都这样 但是我相信 如果这个男生 足够爱这个女生的话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 在这个女生面前展现出 自己最优秀的品质 自己最好的一面 最好的精神面貌 所以我觉得 问题的根源很简单 就是因为不爱 然后我想跟男生说的一点是 你知道你让我们不舒服的地方 是在于 你没有那么爱 或者说不爱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自己那些 比如说不好的生活习惯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然后包括你说去那个饭店 那个问人家服务员 是否单身的那个问题 你还说我觉得我没错 你好好说你有错吗 有 你当着自己女朋友面 问人家别的女生 你是不是单身 你这不就明摆着欺负人家吗 就是欺负人家喜欢你 欺负人家爱你 我怎么着都行 你反正都得忍着我 都得受着我 谁让你要为我付出 你乐意呀 你这就不厚道了嘛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跟他说 我没那么喜欢你 或者说 我发现我没那么爱你 我们分手嘛 都可以 反正都是早晚 要造成伤害的呀 但你不能这样 对不对 所以明白了吧 根源已经说完了 如果你要还要继续的话 你还要问那么多 为什么的话 那他给你的答案 就是刚才那些 无厘头的答案 好想清楚吧 谢谢 谢谢莎达老师 我听到一个话 你们俩谈恋爱 真不科学 说到科学呢 我也有委屈 那个心理学早些年 是被批为伪科学的 后来又被承认是科学 但其实科学只是认识 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 不是全部 而且真正的科学呀 是不强求说绝对话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 你给我的感觉 你好像就是科学的代言人 你要这样的话 你有点糟蹋科学了 科学也是讲究概率的 是不是 只是更信任数字 我们既不能否认科学 也不能完全 科学就是全世界 不是的 南方呢 总是用 所谓理性就要科学 然后呢 来去讲一些对和错 但是实际上呢 情感这个东西 它也有它的科学性 在我看来呢 你不太会科学地谈恋爱 因为人除了理性之外 还有感性的 对不对 谈恋爱谈恋爱吧 那不就是感性的东西 在里面吧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女方 今天我看你不是想复合的 你是想争口气的 对不对 觉得这口怨气 觉得我付出那么多 为什么你还有资格 来提主分手 那实际上呢 在感情当中啊 付出和回报 不见地划等号 尤其是错误的付出 那面讲 以我为中心的是 我对最重要 这面呢是 我以为我对你好最重要 你们俩目的 其实都有一个 就是想 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做事 都想改变对方 对任何人来讲 都是不舒服 所以我说 你们俩谈恋爱是不科学的 你们俩都想改变对方 最后谁也改变不了谁 这边想分手 其实你也不想过了 只是你觉得 对方先提了分手 心存不满而已 但是话又说回来 感情这个事情 要讲究的是一种感觉 甚至把理性 放得更小一点 这才叫感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讲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所以有好多人啊 在沟通当中这样 就是赢了道理 却输了感情的 太多太多钱了 你就是为了 争了一个 最后为什么 我负责这么多 你不要我 你就争一个对错 最后你俩结讯什么呢 感情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 我们把那些对错 放了一边 你不要说 我对你好怎么样 你也不要说 我是对的怎么样 就平心而问 待起快不快乐 一年了 这是你们衡量的标准 快乐继续往下走 如果能调整 再尝试 如果都是痛苦 发现不但做了 无效劳动 甚至还伤害别人 那么不妨分手 到各自合适的边 对你们来讲 可能是一个新的出路 好 谢谢余老师 送你们两句话 非常贴切 一句话送给男生 一句话送给女生 送给男生的话是 没有感性的理性 不理性 送给女生的话是 没有理性的感性 不感人 男生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感性的理性 不理性 如果像你这么活着 在生活当中 没有一点 对于生活的态度 情感 和生活的反馈 没有一点涌动 你那不叫理性 你那叫冷漠 但凡是科学家 或者是创造者 往往都有强烈的情感 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情感 没有办法去推动它 去实现内心的创造 创造 是需要感性的 简单地来说 作为程序员 我原来是个程序员 做Java程序设计 理性是我们的饭碗 感性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写代码 在做创造的时候 是需要感性的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又需要有理性的构建 对吧 所以你不是没有感性的 如果你纯粹拿理性这套 来对付这个女生 那只能说像莎娜所说的 你不爱她 对于女生来说 没有理性的感性 不感人 为什么你这么爱她 为她做说这么多 我们听下来 一点都不感动呢 当一个人不理性地去判断 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情 我的爱情付出去值不值得 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珍惜 我就一股脑地 通过一种冲动 去对她付出 那样的感性 一点都不感人 恰恰是当你理性地去判断 有过一番冷静的思考 这个人是有缺点的 他不是完美的 但我理性地判断之后 这是我需要的 但是我在需要 他这部分优点的同时 我又得去克服一些 我难以忍受的缺点 于是在纠结之下 这种理性 通过感性来表达 这种感性是很感人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当你好好的 思考完了之后 觉得我要付出了 这值得我付出 通过了这种挣扎 克服了自己内心的 一些问题 这种感性是感人的 但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很多女生 她们的那种感性 一点都不感人 因为她们没有过 理性的思考 是 爱情是感性的 的确是这样 大部分是感性 但也一定有 理性的一小部分 如果爱情只是感性的话 那就轰着脑子弹就是了 你管它结果是什么 反正想爱就爱 轰轰便便 全都是感性 那是傻 以感性著称的爱情当中 一定有一部分 内心挣扎的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冷静下来 好好考虑一下 我的这种感性付出 是否值得 好吧 仔细想想这两句话 就这 好 谢谢图老师 什么是爱情的本能 所谓理性和感性 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是极其感性的 但是在这个感性的背后 已经积累了 无数的理性积累量了 这个量叫什么 你所见到的恋爱方式 你所听到的恋爱方式 你所习得的恋爱方式 它有一个综合判断 当这个女生出现的时候 马上信号对上了 就是她 就是那一款 这就叫心动 所以在心动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想我 为什么会去爱她 那是因为你太多的 理性的东西 集合之后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的建议特别简单 有时间的话 做一些相对理性的积累 少看点 无逻辑的 呵呵一乐的 短平快的 碎片化的东西 到生活里去看 向生活里去找 最简单 请问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尊严吧 当别人去践踏你 尊严的时候 你应该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能 如果你平常 没有这个笑 我的尊严可以随便被践踏 那你可以谈 无数种那样的恋爱嘛 就是面对别人 践踏你的尊严 面对别人 践踏你的底线的时候 你还要坚持吗 姑娘 对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何必那个念念不忘呢 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在一起的这一年多 我也很多次问过你 有没有爱过我 你都说爱过我 就因为你的一个回答 说我愿意一直照顾你 一直关心你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你会因为我管你 管得多久和我几分手 我都不知道要怎样做 才能让你满意 首先 立地恋确实是要考验一下的 而且我现在的工作压力 确实也很大 我希望你不要总是 强迫性地给我加一些 我不喜欢的东西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很难以接受 我也只是希望 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所以我才希望你改变 你懂吗 改变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 我只是怕失去你 你懂吗 改变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可以改 但是你不要迫切地要求 你连背影都温柔 不爱 就转身为悔 你改变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接下来就看看 他们到底怎么选择了 请开门 还有话说吗 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 是吧 其实人类的历史 和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有太多我们想不清楚的难题 但是我们也就这么过来了 爱情也是一样的 这道题你没解答正确吗 解题公式不对 所以他走了 再说了 感情可不是数学公式啊 谢谢你 秦辉 生活里 哪有这么一条定律嘛 就是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嘛 生活里也不会有这样的定律嘛 就是付出等于回报嘛 没有的 生活的定律永远是 没有付出就一定不会有回报 有了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这就是生活 情感世界